有消息称中国集装箱货轮银河号是孤身勇闯龙潭虎穴现身鸿海 还有评论就说这是全世界唯一一艘经过鸿海而没有被胡塞武装攻击的商船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大家好欢迎来到张明顿评 巴以冲突造成的各种动荡现在正在外溢 你看这个鸿海曼德海峡水域的紧张局势是日益加剧 这个地方的航运已经被视为高风险的区域了 对商船的运营者以及国际供应链都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 美国现在不还组成了多国部队这个新的护航部队吗 但是你看到现在为止呢也是没见到什么太大的成效 各大航运巨头啊那就只能是暂停这个鸿海航线吧 绕到非洲的海望旧去 可就在这个时候啊偏偏就出了这么大一个消息啊 中远的银河号依然进入了鸿海 这是咱们中国远运运输总公司的嘛 所以咱们称之为这个中远的银河号 然后呢这个大家就脑补了各种各样的消息 说这个胡塞武装啊他这个对中国货轮还是要关照关照 这个放一码的 这实际上呢这件事情啊传来传去这些消息啊 他只说了事实的一半整个事情呢也并非如此 胡塞武装啊几乎就是封锁了鸿海地区 专门攻击以色列以及为以色列提供运输的商船 但是也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商船就不走这个鸿海航线了 这里面现在还有船在走呢 一些中小型的这货船比如说运散货的呀 有一些运这个排水量不大的运油的这些船呢 或者说货值的总值不是很高的船还走在这边 另外一个当地的一些船啊 这个地区的一些船也在这边在走呢 胡塞呢也就不袭击这些船啊 现在呢在鸿海里边走的这些船呢 这个胡塞它攻击起来呢 也是它有选择性的 当然了你像这种大公司的这个集装箱啊 这个船一般都不敢走了 不过现在也有少数的集装箱货轮在这边走 咱们再说到这个胡塞武装啊 他们也确实声称过啊 就说并不是无差别的攻击 因为他们行动主要是针对以色列嘛 但是你说这么多船啊 在经过鸿海斯威士运河这条线再往下走 你说你怎么搞得清楚哪些船 到底是为以色列运送货物呢 因此呢 它就有可能打着打着出现盲打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任何航运公司都不愿去冒这么大一个风险 保险公司那边 它也承受不了这个代价 咱们的中远银河号呢 是在这个19年服役的一艘啊 呃这个超大型的集装箱货轮 呃今年的12月初呢 是从德国北部的威廉港出发 呃它返回咱们中国 这半个多月之后呢 它确实是呃从北向南的经过了苏伊士运河 然后进到了鸿海 然后再接着往鸿海里边走 不过呢 那这个时候鸿海的局势呢 是越来越危险 进入鸿海的银河号呢 停了一下 哎一看着势头不对 然后就决定呢 掉头 回去 在此从南向北 又经过苏伊士运河 再回到地中海 然后绕到非洲的海王角 网上说胡塞武装啊 给了中国的面子 不袭击中国商船 这个呢 纯粹是这个网上在那边自我加息 这满载的超大型集装箱货船呢 它所装的货值是非常高的 海运公司啊 那必须保证安全 它宁可绕行啊 也不愿意去冒这么大的风险 这个呢 才是正确的选择 那么通过这次的鸿海危机啊 我们也就真切的感受到了 这个世界呢 是普遍联系的 你一个地方 发生一些动荡 出现一些危险 特别是你像这个重要的交通线上 出现问题的话 那么对世界就会产生一个 巨大的负面影响 把你很多国家都会卷进来 这对我们啊 这个制造和贸易大过来说 那当然是相当不利的一个情况啊 而且同时我们也看到 并且我们要警醒一个事情 就是一旦在极端的情况之下 如果说我们的敌人 它破坏我们的海上交通线 那就可能会给我们 带来非常非常大的麻烦 因此呢 我们必须加强保护自己的手段 并且提前我们要做好各种预案 做出相应的战略调整 感谢您的观看 您能够发展 您的观看